Lammo熱潮一發不可收拾 除了密集式的雜誌報章 不斷刊登一宗Lammo的性感泳衣照之外 今年的書展更加成為 Lammo社掙扎爭霸戰的比武場地 空洞指數比現在的 酷熱千氣指數更加高企 周秀拿、Karma、Angela Baby 廷明林、Lavena、Rainbow、Yumi 這幾個由直直無名到無人不曉的名字 每天轟炸大家的腦袋 性感、噴血、意識大膽圍繞著全香港 Lammo入侵書展成為全港傳媒的焦點 還引來不少社會團體的批評 書展開羅當日 一眾Lammo為了谷銷量出盡法寶 雖然香港貿易發展局順應民意 將書展內明星Lammo 以及作家簽名會分區進行 以免造成混亂 不過正所謂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場梯 一眾Lammo唯有改變戰略 以游擊方法繼續宣傳 巨妃正式統計 書展首日 各Lammo女星社真集銷量驚人 排首位的Angela Baby 以8000本成功搶攤 周秀蘭以5300本緊隨其後 之後卡馬的5000本等等 一天已經去到這樣的銷量 無疑令人覺得社真集的確是一門生財工具 但今年社真種類多到眼都花 珍貴程度無論如何都不及當年聖極一時 91年由日本女星公澤李慧推出的 全裸社真來得震撼 據知全球銷量達到165萬本 照一班Lammo社真銷量的比較 七日書展保守估計每人差不多 賣成3至4萬本 香港人少少都有這麼厲害的銷量 真是聽見都滑滑的聲音 社真這麼好賣 那不知道正常書籍又賣成怎樣 原來坊間很多小說散民等 印一至二千冊 結果可能賣幾個月不定 幾年不定都賣不完 反而一班Lammo社真 一天已經賣過千本 難怪成為社會討論的一大話題 而各大Lammo在這七日書展期間 可謂秒秒值千金 分身宣傳手法無出其誘 簡直是大家意想不到 其中Lammo這天就去到電台 和一班反Lammo人士 在大戲電波之中 分享對Lammo的看法 Lammo還承認 的確有Lammo被問價 成功出位 其實是有 經理人公司接過這些電話 但經理人都幫我推這些東西 所謂行動最實際 Lammo再來一招特集書展會場 可惜禍門而不入 本來是想來的 但是剛才口發發說了出來 公司就不想我影響 就叫我不要進去 因為不想影響到裡面來看書的人 因為原本想著低調一點 自己一個人來 就是沒有人認識 沒有人知道自己走 是否因為知道周秀蘭在這裡 所以不是叫走 我沒有關係 因為原本我打算低調 沒有任何人認得我 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不想擾亂裡面的秩序 因為我都想… 因為有些看書的人 如果我走進去 大家有這麼多記者 我怕引氣混亂 就不太好 不過說到噱頭多多 又點及周秀 寫真裡面 一幅漏牙膏性感照 已經惹來評擊意識不良 誰知道這天 Krissy直接出街 在雪糕車上 替粉絲擠雪糕做宣傳 蝦一炎炎 有Krissy這支冰淇淋 的確是消暑良品 因為雪糕 其實自己夏天的時候 一想起都會想起雪糕 即是熱的時候 所以就把這件事 自己喜歡的 送給大家 就是這個意思 那銷量昨天已經去到 超過五千本 那滿意嗎 其實滿意 因為其實晚上的時候 出版商人打給我 你本書去得很好 可能現在公司已經告訴我 要加人 所以都決定會加人四千本 至於盛傳同姊妹 周秀立反目的卡馬羅海珊 除了以行動打破不和傳言之外 亦都出動鬧屎派牛奶這招 但為何會這麼巧 一個派牛奶 一個派雪糕 有沒有隔過 那又沒有 可能因為我們正確 同一樣東西 其實已經跟Krissy商量過 是一起交換寫真 何時會做 會不會是公開的 本身剛才 我如果照點理 我可以跟他在樓下公開交換 不過如果不行就私底下 本地薑斗得辣 日本幫的勤明林 都不輸蝕 繼前一天的OL造型之後 這天就以和服鹿 延伸新書簽名會 而且獲老闆黃友良 跟一班外籍model朋友餐廳 見到Krissy賣雪糕 Karma派牛奶 Arene都說要考慮派豆漿 我會希望能進入 我每天都是府的肚子 我們要喝糖尿泥,所以我們也要去吃飯